传统的直拍反手技术受到握拍的身体限制相对比较劣势 主要以防守为主 基本技术主要是推挡 首先我们需要先来到进台的反手位 膝盖微微弯曲 因为我们推挡的时候要找上升的中后起 一般来球的弹跳会比较高的时候 所以推挡的时候我们的重心不要压得太低 当看到拉球进入飞行轨迹后 食指用力回钩球板 中指顶住球板 使板形平行于自己的身体 并略微前行 重心略微转移到右腿 腰胯往右后方转动少许 大臂和小臂保持一定的角度 一同往右后方拉动引拍 当球落到球台 重心和腰胯慢慢往左前方转动还原 大臂和小臂一同送出 小臂脚大臂前送的幅度更大一些 挥动的方向主要以前上方为主 击球后 小臂继续前送 完成随挥制动 放松还原准备下一板击球 建议球友朋友们 先可以练习一些徒手挥发 掌握好动作本身之后 再进行有球练习 有球练习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以多球挥足 首先还是练习反手的推斜线 这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 我挥帮的轨迹 一定要对着斜线的方向 刚开始节奏可以慢一点 保证每一下击球的动作 力量也可以少一点 保证匀速出球即可 然后慢慢加快 加力 掌握稳定之后 就可以加一些小斜线和直线的练习 注意 推直线的时候 右脚和左脚可以站在一条线上 保证身体能够正向对着直线的方向 推挡是传统纸板的必修技术 但是现在今天我们纸板仅仅有推挡 是远远够的 下一节我们就要讲一讲 当今的主流直板技术 恒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